其实中国文明很早就关注到生态平衡的这些问题 很早就已经有了认识而且提出了一些对策 孟子就讲腹筋以石入山林 就是你带着斧头不能一年四季就可以上林子里面去 只能有某些时节规定的一定的时节才能到山林里面去看法 这个就是要维护山林的生态平衡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在古代文明的时候 他建立了一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 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点就是道法自然 他主要讲的人应该顺应遵循自然的发展 如果说前面两个分别来自这个儒家和道家 那佛教也提供了他的一些重要的观念 比如说这个众生平等 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 那就应该呢 我们对这些事物呢 人和自然万物呢 都平等相待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中华文明里边常见的 这个生态的这个理念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